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rina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年7月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双减政策 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就意味着到此为止 校外培训行业近20年疯狂发展的时代呢算是彻底过去了 那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政策来打击校外培训行业呢 因为啊国家终于认识到这个行业的疯狂发展 已经严重的导致了教育成本的上升 家长负担的加重以及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化 校外培训行业遍地开花的现象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立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 进而导致不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根本无法跟上学校的教学进度 此外我觉得双减政策还对英语培训外语学习这个行业产生了很严重的打击 可能国家突然意识到国民英语学习的热情过于高涨 校外培训机构大量使用境外教材 同时雇用外籍教师授课 对国内的意识形态宣传起到了强烈冲击吧 因此啊在双减政策下 学习英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例如啊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 已经宣布了取消小学英语考试 尽管啊这对于像我这样成长在小地方的90后来说 并没有觉得多大的意外 因为在我们小学的那会儿啊 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英语 更别提什么考试了 果然啊上海的小朋友总是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再例如啊学前英语教育机构大量的关门倒闭 老板卷钱跑人 然后呢家长呢奔走维权 再例如以英语辅导为主的公司 估值蒸发了90%左右 外籍教师被排除在教学队伍之外 这一政策导致的一系列事件 似乎都像在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中国政府不仅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化 更要降低大家学习英语的疯狂热情 但是啊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 英语依然是世界上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交流的第一大语言 这种弱化英语学习的做法真的合理吗 小孩子应该在什么年纪才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呢 本期视频啊我就想着重介绍一下 欧美国家外语学习的发展情况以及政策 听完之后呢也许你就会对上面我提到的两个问题 产生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欧美国家中 K12这个阶段的学生对外语学习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例如美国视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大概只有20%的学生会参加外语学习 但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之后 也就是他们上大学之后 第二个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英国呢情况是类似的 只有38%左右的中小学生在学习外语 造成这么低的比例啊 在我看来主要就是因为英语的强势地位 导致了这些母语是英语国家的人觉得 他们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门外语 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只要说英语就好了呀 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都可以跟他们沟通 但是啊在欧洲情况就大不一样 欧洲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共存的地方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在这个大集体内 人们需要频繁的互动交流 所以啊人们对外语学习的需求非常强烈 欧洲人对外语学习的热情以及掌握程度 就明显高于缩英语国家的人了 我在网上查到一个大概四五年前的数据资料 像奴森堡 罗威 奥地利 罗马利亚 法国等几个国家 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小学生都在学习外语 即使在中小学阶段 学习外语的占比最少的国家 也达到了60%以上的水平 根据这张数据表 我们发现 我们所在的国家葡萄牙 小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学习外语的比例 只有69%左右 那是因为这里的孩子 从小学三年级起到九年级 英语才作为必要的学习课程 当然如果家里有物质条件 想要小孩从更小的年级开始就学习英语 那国家也是不会反对的 可以由家长找私立机构进行学习 然后当孩子升到高中这个阶段 英语学习就不再作为必修课怎么去要求了 而是由孩子自主选择是否要继续学习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在中小学阶段 孩子学习外语的比例之所以能达到100% 那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府要求 小孩从六岁上小学起就要学习英语 直到初中毕业 覆盖了整个小学和初中的阶段 所以比例就是100% 与此同时除了英语学习之外 葡萄牙的学生在这个三到九年级这个阶段 还要被要求学习另一门外语 他们基本会选择法语 其次是德语西班牙语 所以一个葡萄牙的小孩子 在中小学阶段至少被要求学习两门语言 其中英语是必修 德语法语西语可以由自己挑选 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个欧洲人 可以轻松的掌握三到四门语言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很厉害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都是环境导致的 学校强制要求学习的嘛 但是这一点也很好 就可以省去父母花大价钱 去培养孩子的多语言能力了 所以对比发现我们就能看出 欧洲这边国家强制小孩子 学习外语的年龄阶段 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 而我们中国就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 所以很多中国家长想让自己的小孩子 在上初中之前就学习外语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科学研究表明 12岁之前才是一个人语言吸收的最好阶段 像我们这代80后90后的人 大多数都是上了初中之后 才进行系统的外语学习 我的感受就是因为起步的太晚了 刚开始学习起来是非常吃力的 因为初中阶段 同时还增加了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科目 一下子从小学的两门科目 突然就增加到了七八门 然后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一门外语学习的入门 在精力和时间上非常的不够 学习起来会比较吃力 所以如果是我有孩子的话 我同样会愿意他在更小的年龄阶段 大概小学这个阶段就进行外语学习 这样子他上了初中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能稍微轻松点 并且现在有50%的学生是上不了高中的 所以如果不让他早点接触外语学习的话 我担心他的外语学习年龄阶段 就只局限在初中那三年 那就是有点太短了 但是说心里话想要熟练掌握一门语言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方式还是要有大量的机会去运用它 欧洲人之所以能掌握好几门外语 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不大 一出国就要用外语 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一出省就要用普通话 所以那些经常出省 或者是直接离开老家定居在外地的中国人 他的普通话水平肯定要比那些 待在老家的人要标准很多 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 大多数中国人 英语说不好也听不懂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的学习强度不够 也不是因为我们起步的时间太晚了 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中国根本就用不上英语 除非我们每天刻苦的坚持练习 使用英语 并且极具有语言天赋 否则流利使用英语 是一件不太可能也没有环境条件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市面上大量存在的少儿英语 幼儿英语这样的行业 他们的存在价值高吗 对很少一部分富裕的家庭来说是有必要的吧 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家庭来说 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中国的家长普遍存在教育 焦虑症和攀比心 看到别人的小孩在学什么 如果自己的小孩不学 就会出现不安的情绪 所以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 宁可自己节衣缩食 也要让小孩多学点技能 并且学得越早越好 这就导致了很多小朋友在上幼儿园阶段 父母就把他们送去学习英语了 所以哪怕就是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我妈妈也是会送我去学英语的 但是真的有用吗 我发现完全没有用 我基本上就是学完了 第二天就忘了 虽然我觉得从初中才开始学习一门外语 起步的时间是有点晚的 但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 那也真的是太早太早 没有什么价值 总之这个问题呢 每个家庭因为情况不同 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跟国家一样 有的国家认为 6岁开始学习外语是有必要的 但有的国家就认为10岁才应该开始 所以你打算让自己的小孩从几岁开始学习外语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了本期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们很快再见了 我是Karina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生活视频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